想要买车应该要买电动车吗 我觉得买电动车要有很强的心理建设 那个心理建设除了是要对自己有一个心理建设 然后你身边的人啊 你的朋友啊 网名啊等等 网名也要带呼吗 我觉得For我最好的用的那个功能 就是它不用去做service 蛤 认同 对 电车不用service 你也蛤 我觉得特斯拉的价值体验一般 电动车 我们坐特斯拉三次住审座 请问在未来电动车会不会取代燃油车呢 本期不同温程由Joey Mattress 荣誉呈现Joey Mattress的床乳 保证你有好睡眠 欢迎各位来到不同温程 哇 今天呢是所有买车的人都要看的 速度以激轻 没错 就是我们的电动车VS燃油车 所以是更好的车 那听说你是要买车 你有考虑要买哪一款吗 我在昨天听双方的这个辩论过后 我在下定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salesman 首先第一位就到旁边的 是买了最新小米速器的 我们欢迎未来 第二位呢 这是全网最红的汽车博主 没有之一 我们欢迎Dennis 我会看什么 第三位 是我们全网最红的汽车博主 也没有之一 我们欢迎戴主义 哇你们两大Tesla车主 终于见面了 你们有一个fan club的来自带 我们初次见面了 我们私下有一个group 有我们私下有聊 真的吗 Tesla Fan Club 哈哈哈 是干许吗 蛮帅的 好 我们这位两位传统的燃油车支持的 他说啊 他的Master论文啊 其实是写关于电动车研究 大家支持燃油车 我们欢迎名位 哎呀 一定是研究研究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很多问题 第二位就是传统的MyV supporter 欢迎赵贤 真的假的 到现在才是MyV 好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题 这就是我自己私人问题 是请说 我想要买车应该要买电动车吗 认同的请举牌 哎呦 哎 哎 我们先请未来吧 为什么你买了电动车不认同 这个问题呢 应该分在一个阶段吧 我如果是买第一辆车的话 我肯定不会买电动车 大家很喜欢电动车 但是家里可能不认可 尤其是最近新能源崛起之后 都持在一个观望的态度 我也是买到第二辆车之后 才会有自己的选择 全了之后才会去选电动车 因为我第一辆车是五年前买的 我那个时候还是会选油车 现在就会选电动车 对现在会选电动车 因为中国的油太贵了 哦 那我们问一下代主义吧 为什么买了电车又不认同 是咯 我觉得买电动车要有很强的心理建设 那个心理建设除了是要对自己 有一个心理建设 然后你身边的人啊 你的朋友啊 网名啊 等等 网名也要带户吗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不是很认同 大家如果没有一个很健全的心理准备 可以跟心理建设要去买电动车 觉得不太建议 你会遭遇什么 你讲到好像买毒品这样 哈哈哈 你会遭遇到很多 你原先预期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找不到充电桩啦 然后要等花很长时间再等啦 很多人问你要卖的时候没有二手价啊 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劝退很多人 那你自己为什么买 来拍content 因为我家里已经有两台软油车在standby 我的工作性质 我不需要用自己的车啦 所以那我问一下未来 因为中国那边电动车是很流行的嘛 就是每一家都有 现在是如果新买车的话 很多人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考虑因素 那充电桩够吗 够啊 可以自己在家里装嘛 很方便 而且你自己在家里的装电 会比去充电桩充要便宜 因为充电桩的话 可能一个小时差不多要 贵的有十几块的 便宜的有八块的 但你自己在家充的话 你一晚上就充80% 这样可能就花个十几块钱 这么便宜 对 所以就是很多人想买电动车 因为油太贵了 我加一箱油 可能要 400块或者500块 但是我加满电之后跑个 一箱油大概跑 600公里左右 人民币吗 人民币 但是如果是加满整个车的电的话 可能只需要50块 我就能跑300公里 哦 差那么远啊 是哦 对中国油太贵了 想听一下唯一一个支持的 是的 我支持是因为我就是看着佳文 我就觉得 适合你电动车 哈哈哈 没有啦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很好驾 很容易学习 很很有钱 然后觉得我看起来就不会开家 这样 哦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性别歧视 是否全部人 我自己也是驾 然后 嗯 嗯 你又说他这瞎闻 是 因为他讲他要买电车 嗯 然后 我觉得很 很亲切感 很容易拿手 呃 那个啊 他说的那 只是一个磨合期 你会不习惯 因为要去找地方充电 但是啊 只需要一个月 一个月 你就会习惯 你就会爱上电车了 那我想问两位马来西亚的电动车 是不是 我们这边找充电装方便吗 怎么讲 我觉得最容易找到的 反正是在highway 你现在要去北马 现在要去南马 甚至你要去东海岸 是最容易找到的 啊 因为用highway的人也相对少 所以 充电装是基本上每200公里 至少有两到三个充电装 而且是快充 不会塞吗 就是来 很多人在 很少遇到 我反正一直听说 你要跨州就不要买充电装 反而结果 买充电车 呃 买电动车 反而原来跨州会比较容易 highway都有很多充电的 因为它是几层 冰城来回 啊我是 PGA的 所以 我已经 我车已经叫了15000的 mallage 我查过一两次 但是真的是很方便的 不会有别的车 你可以就是去吃个午餐 你回来你的车已经查了 二三十巴仙 所以是 不错的 哦这样可能以后 这几波出过很多人买电动车 不够就不够了 他们都没有人支持买电车 对 那我支持 除了highway 还有三位 mall里面 都有 三位 哈哈哈 嗯 很多子 只入 只入三个也好 我觉得 For我最好的用的那个功能 就是它不用去做service 哈 人同 对 电车不用service 你也蛤 诶 人同 人同 是不是不一样 PickBot 它很贵 它用买保险 然后去保养 去修理 它很贵的 是Tesla不用吗 还是怎么样 Tesla比较厉害 不是全部电车差不多 不同 哦 Tesla不一样 Tesla不一样 它没有强制规定你要回去 所以 但它不回去有问题 是哦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有几年没有service吗 他们才刚买 我们半年了 半年没有service 这样也好讲 才半年 以后有必要吗 你等多三年我们回来讲 哈哈哈哈 你主义跟 买了多少天 我的离数很少而已 所以 但是我 但是我 清楚他们整个 after sales的售后服务啦 所以基本上很多车子 都是透过over the air的 所以你可以线上去update 有什么问题 然后它可以马上知道啦 所以你人不一定要去到那边 哦 因为它是电子车 所以它可以知道每一个零件 所有 比如说你讲 夏宇街 你觉得你的vible不够快 那可能过一个礼拜 好像手机的氛围 它update过后 然后你的vible不穿 就变得很快 哦 或者天气在夏天很热嘛 所以它就更新了 过后夏天的时候就比较快冷 完全你不用去那边 它就update 你就download一个 一个software 真的假的 最好的就是software update software update 我们要不要先给他们讲 我们要不要先给他们讲 明伟为什么研究了 还要不要买 不论我听啊 对面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还对电动车有那个蜜月期的好感 所以它买的时间还太短了 我个人是这样 我现在我要买车我一定是先考虑燃油车 最多我也只会考虑hybrid 我的原因是三个 第一个是像对面讲的有那个mowledge的问题 尤其是如果是经常要到偏远地区出差的人 一辆车目前电动车它的满满电可以跑大概500公里 那电动装在还不普遍的情况下 如果它是经常要去那些东海岸一些比较偏偏的kampong出差的 又没有自己的家是住hotel的 这样对他们就很不方便了 你可能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这个问题 而且充电装现在的那个时间 charging 快充也要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觉得跟Diob 还是没有那么方便 我们它有5分钟是全部可以解决 然后第二个也是刚刚有提到的re-sale value 我觉得是可以深入去谈一下的 电动车目前它的价格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电池 好像我们拿Biatti的电池做例子 它的价钱差不多要4万到6万马币 如果你之后现在我们才买半年 Let's say 8 年 10 年 现在 battery 的 warranty 只是 8 年罢了 8 年之后当我要换那个电池的时候 我有没有那个信心讲到那个时候 电池的价格一定下降到一个很富难得起的价格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要换那个电池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去 top up 一个跟买一辆新车一样的价钱 去换那个电池呢 目前啦 那么就算说我们讲科技会进步啦 到那个时候 这个 battery 的模型和信号 还跟我们的电动车 匹不匹配 它又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品牌是政府的补贴服势 去让它们发展起来 所以它们面临蛮激烈的削驾竞争 好像过去三年中国的电动车品牌 就有差不多75个品牌是倒闭了的 然后有一些专家是预计可能到2025年 可能还会有六成的品牌 没有办法也要演技下去 那八年十年后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买的电动车 车子还在 但是那个品牌已经不在了 真的吗 所以高和好像就 现在就是很便宜的在处理车 然后准备倒闭吧 那怎么办赖曼 就现在就大家 因为它便宜了之后 它就毫无缺点 那倒也是啊 你不要不太担心 反正都这个价格了 坏的就扔掉就扔掉了 如果有对面的想法 他买两车子是说不考虑之后的二手家 那当然我觉得就适合了 所以如果是还有这些顾虑的 但就不适合了 然后最后一个我考虑的一点是 其实它的environmental impact 当然电动车 虽然它是 肯定是对减缓气候暖化有效的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 专家学者顾虑的是 我们会不会减少了一个环境问题 带来其他的一些环境问题 因为他们有一个讲法是 我们目前的economy 是从一个 Field Intensive Economy 再转向 Mineral Intensive Economy 因为电动车的这个电池 是需要大量的 稀有金属 好像Lithium Cobalt Rare Earth 这些矿物和新疏的开采 其实带来了蛮多的环境问题 像是地下水的污染 或者是放射性的废料 那还有一点 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的是 电动车因为它电池的重量 它对它的轮胎的磨损 比起同型号的燃油车 是更高的 然后轮胎的磨损 其实是会给环境带来 一个叫 Tier Rubber Pollution 的问题 然后它是高差不多26% 那都是你论文 你在研究的过程 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一些科技 可能它的危害 是要隔一段时间 我们才会发现的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现在还要比较谨慎 不要向大家一股脑 一股热情地冲入这个领域 但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 会慢慢浮现出来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讲 虽然可能在开号上面 会有一些污染 可是油车同时 在燃烧汽油的时候 它也会排放其他的污染 这是电池不会有产生的 一个空气污染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是单纯要讲 环境的因素的话 其实 电池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你要讲是 Minderal带来的那种水源污染 突然污染的 都不是全球 现在首要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温室效应 这个全球暖化才是 最大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那水源污染要解决 可是它可能 跟全球暖化比的话 可能全球暖化 会是一个更加 需要关心的课题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买车可能要三十 因为我们买车不只是要旧地休 买车也是要自己要开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状况就是 本来他定有一辆电车 可是因为他发现到 他自己的住的 Condor 没有办法让他快速的充电 他要跟物业去协调 可是那个管理 可能是你 不然是费用的 你要去协调很久很久 还是不愿意转一个充电站 最有效 最有效率的方式是 就是你每次开车回家 过后你就充电 然后早上起来 你又出去 如果万一你去到比较远 然后就有一个 快充电 然后回来 你再会去自己家里 快充 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可是如果像该这样的情况 你Condor 没有装这样子的 充电 或者是你住的地方是 你自己住 然后你车可能 停在旁边 路旁 你去到公司 可能也是停在 可能Shop Loss 下面 这样子 那这些地方都是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去充电 就是因为跨马来西亚 不普及啦 你会觉得 对 所以你们都是家里 是充电的 TAS 你是吗 For我 我是住 槟城 然后我在PGA 有一个 我住一间家 也是充电 刚好也有充电桩 然后 这样才是 最理想的 最方便的 它的点到点都有充电桩 对 Condor 你住 我的情况是 我是住在Condor 然后我去我的Condor 问他说 我要装充电桩的时候 我的整个Condor 他跟我讲 你是我们整栋楼 第一个来问我们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有一个不祥的预感 因为完全没有 然后他就讲 我们会帮你安排 然后就没有下午 那你怎么招 因为刚好我家里 这个Tesla Cyborg Yaya 很靠近 所以我就把那个Tesla Cyborg Yaya 当成是我的邮站 只是我去邮站的时间 就比较长 比较久 这样子 不用钱是不是 据所学的 慢充的话 是不用钱 所以我经常我的习惯就是在那边 从四五个小时 刚好那边有一间咖啡馆 我就坐在那边 开Laptop剪片 真的啊 因为四五个小时 对剪片来讲 是剪没有什么东西 就充满了 可是这样会不会 感觉自己人生被这个地方绑住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还好 因为我开Laptop 我就开始在工作 所以我觉得还好 只是我换一个地方工作而已 不过从韩门两个的讲法 一个住人的 一个要去Cyber去安压安 你就停得住 马来西亚在充电桩上面 还是蛮缺的 还需要退 我觉得这个问题 在中国前几年普及新能源车的时候 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所有的车主都在担心 充不了电怎么办 没有办法怎么办 就是在我们国产的新能源品牌爆发之后 你就会发现 无论你在任何地方 哪怕乡村 特别村里的地方 你去别人家充一会 就会充电桩 基本上 你在现在打开地图一搜 就一百米之内最少有两个充电桩 所以它是有所谓的共享充电桩的概念 有共享的 也有品牌独有的 但是品牌独有的 也会让所有人一起来用 就是他可能 比如说我开特斯拉 然后特斯拉充电桩 其他的品牌也可以用 比亚比也可以去 对 就是可能其他品牌用贵一点 那特斯拉可以用积分 去换那个充电市场 那有没有人在家里面装的 然后很像 他也可以出租给别人 就是也不用出租啊 就是大家就互相说一下 然后吃个饭 你也不贵的 好不贵啊 自己装捧钱 你看我们家的地下停车场 一排望过去 可能一百个车位 有二十个充电桩自己装 有点像是你去朋友家 掐手机 你不敢收个钱 对对对对 这个担心一开始 中国所有车主也有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大家就无所谓 才用到几年的时间 四五年吧 四五年 你包括现在 中国有个叫蔚来汽车 跟我一个名字 现在都有 对就是有换电站 你把车停进去 它自动的就是把你的那个电池拆掉 然后再给你放一个满电的电池上 他不怕你换比较不好的电池 那你再换掉 就所有人共享这个风险 而且你可以加钱 比如说我要出远门 我可以换一个大容量的电池上 我是租用这个大容量的电池 这样这个会不会成为趋势 未来 这个技术叫battery swapping 那目前好像那个摩托 电动摩托 很多都已经是用这个技术了 那如果说我们的电池的容量 和那个quality 数字可以再提升 那它确实也是可能另外一个趋势 对有充电宝 我很期待未来有一个充电宝 老婆 你知道有的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车 就是一个罗里 后面真的是在一个很大个的发电站 然后专门来救你们Tesla 没有电他就过去帮你们Tesla 真的很特别 哇 Interesting 如果我们想问驾驶体验的方面 没有人要给我sell 有没有人要卖汉 我觉得Tesla的驾驶体验一般 哦 哦 真的 没乱走 你的那两个小米比较好 小米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就开 因为我开那种传统能源车 就是那个马力不是很大 然后开小米就感觉好像在赛道上一样 有门轻轻一点 哇 真的啊 所以就是小米刚上市的时候出很多事故嘛 就很多像我们中国 就是驾传统家用 功率不是很大的汽车的话 可能刚开的小米会失控 大家会觉得哇这个好快 好好灵米 啊就是像 其实也像Tesla一样 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磨合期 需要 那你为什么要收人家的驾驶体验 因为我做Tesla三次 驾驶座 哈哈哈 这样是技术的问题 这是做后面的问题嘛 啊对对对 做后面的问题 它就是它有一个能源回收的那个东西 很强 很 让人很 就是你开着开着之后突然就 因为我们有一个叫BRACK REGENERATIVE 能量回收系统 就是当你在 不踩你的油门踏板的时候 它就就可以利用你的轮子在滚动 利用你刹车的时候 再回收这个能量去你的电 所以你可能用 Let's say 你用50%的电 可能你没有10%是回收出来的 因为可能你下坡 你踩刹车 走停走停的时候 但是那个能量回收 它就等同于是帮你BRACK 这样子的概念 这样为什么回收 它会一直扯着你这样子 就好像你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 当那个水是逆流的时候 你要去游泳的时候 基本上你要费更大的力气 去突破那个浪 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当你在逆流的时候 你稍微不使力 你人就会退后嘛 然后你就要一直往前推 然后那个浪就会把你往后推 这样子 然后你就一直在那个 来来回回之间 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好好会形容 可是不会那么强啦 因为 Tesla 用的是 那个 One Paddle System 就是你踩油 然后你放油 它就会刹车 它就看你要怎么去控制 基本上我可以一天里面 不踩到我的 Black Paddle 所以有些人就会 一直吹起来 然后头很匀啊 我自己在小孩的时候 都吐很多次 哈哈哈哈 对 所有的那种可 啊 啊那听起来就很难开啊对啊 其实司机还好 司机开起来因为你自己有预判 尤其你乘客你在后面 呃玩手机的话会吐的更厉害 我以为特斯拉驾驶体验很好 听讲我们现在有那个自动的驾驶啊 嗯 这个自动驾驶是只有特斯拉有 还是所有的其他的电子侧都有 现在基本上这是 因为他在发动机上 还有其他的调配上会节省很多成本 他就把这个成本利用到这个车机的 去做一些智能的东西出来 像小米我可以什么键都不用动 一张嘴巴做所有的事情 这样他可以自动驾驶啊 可以啊 就是自动驾驶有多厉害 就是我比如说我从家到公司 当然我不是特别放心了 我要说手虚拂在上面 啊就是你可以几乎不用动 就到自己公司门口 他这个技术是主要在法规上面 如果那些很多国家政府是开放 让特斯拉使用这东西是可以的 所以他更多是挡在法规那边 哇所以现在是已经 完完全全可以 在马来西亚是没有这个功能开放的 还是这样做 第一因为马来西亚政府 JPJ不开放 所以他们也不能开放那个功能 哦真的啊 所以即便你消费者 你可以去选配 你可以选装 但是不能够 不能够开 不能完全的使用到 全自动驾驶啦 因为自动驾驶很多个Level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 无人驾驶 应该是到Level 5 现在你即使你买了 32,000的这个配套 你还不能使用 买32,000是software还是什么 software 但是即便你没有买 你过后要再选配也是可以 哦 差别是因为你先买 你可以instormant一起还嘛 过后买你要给cash 就是讲说 等到有一天马来西亚 开放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这个software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的 我觉得再过50年 马来西亚都不会开放这东西 20年了 马来西亚可能主要的考虑是我们还有我们的Proton Prodour 他们也是计划要推自己的EV 自己的这种新的技术 他们有这个顾虑啦 他们要自己的国旗的电动车出来了 陈述了 regulation才会比较follow up一点 我听起来他们讲 Tesla这种车 它就是一个收集数据的机器 在中国是这样的 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机关单位是特斯拉不让停进去的 哦真的哦 就是它的哨兵模式会拍照 对 一个是地形 它有哨兵模式嘛 它可以监测你这个附近的东西 也对哦 像那种军事站的 Brotash Kangen 就是 就是它会 它门口保安就是 特斯拉是吧 进不去 哦 太小米可以进去 哈哈哈哈 那会不会反过来来马来西亚的话就 就再可以进 可能大家都不能进 Broton可以 Broton可以 没有Broton可以 对 因为我要补充一点就是 很多人没有去提到的就是 燃油车跟电动车都有一个 Power Loss 类似我们现在打汽油 对不对 你的每一滴汽油不是去到你的轮上面 你的汽油要送到你的引擎 再经过你的变速箱 然后你的引擎会发热嘛 对不对 然后你引擎发热 它要利用这个冷却系统去冷却你的引擎 然后经过一系列很复杂很繁琐的东西 过后才会到你的轮子上面 所以你每一箱 你每一滴汽油 从你的油箱打进去之后 它会有80%以上的能量是被消耗掉的 所以真正去到你的轮子上面 可能只有20-30% 但电动车完全不同 电动车就是它的Power Loss 也是有可是比较少 它只会损失掉20-30% 去你的冷气啊 去你的HIPAM冬天 可能要发热等等 所以电动车是可以有 差不多7-80%的能量 是直接去你的轮 所以以效率来讲 它是绝对比这个燃油车更有效率 这我再补充一点 因为马来西亚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 就是因为天气很热 在等孩子 在等人 的时候就坐在车里面 开着车 然后如果它开在一棵树下 没有人还好 但如果它开在一个COPIT店的外面 它的排气管是对着 时刻在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体验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我能够放这两个孩子在这张睡觉 我的车可能停在一个妈妈当 停在一个巴萨玛兰那边 我可以停这一两个小时 我不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一个污染 我完全没有拍对写 完全零 其实我来 我有个问题想好奇问对面 就是 那因为一两位是Car Reviewers 看过不同品牌 那如果有观众是想要买电动车的 那么多品牌 其实 有没有什么Trix 谁适合哪一种品牌 还是你们买了Tesla 你们就只支持Tesla 我其实不是一个Car Reviewers 也对 但是 我可能有偏见Tesla 很舒服啦 对我来说 它的内装都是比较 minimalistic的设计 就很喜欢很空空这样 整个体验就很爽啦 我觉得很适合家闻啦 哈哈哈 它是个成功的 他记得它的体验 我觉得现在马来西亚的电动车市场 它分为三个等级啦 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们都觉得 国产车是第一个等级 日本车是第二个等级 第三个等级是德国车 Mercedes BMW 那现在电动车也是有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就是在15万左右 选择也不多啦 其实 BYD 是最畅销的 然后有Cherry 有这些MG等等 然后你再上去就是 180千到200千左右 就是Tesla BYD Seal Aura 07等等 这个level啦 然后你再上去就是 30万到40万的 BMW Mercedes Audi的电动车这些 所以它还是一样回到我们 20年前的那三个level 是你的条件允许你去买一辆 40万的电动车 还是15万的电动车 14万的电动车 会不会觉得买30-40万的车的人 有一点韭菜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真的不是钱很多啦 可以讲直白一点 你大概买在马币 2-30万就好了 因为你怎样折旧 你也不会跌到这么痛 这个我们可以从保险公司那边 得到一些数据啦 我们买车有买保险的嘛 所以我们保费比较高一点 其实甚至不保 保费比较高 意思就是你们比较容易装烂 就修不到 就是它维修成本很高 因为电池它是那种 基本上是不能够修理的东西 就是非人为 就是非自然使用的环境下 比如说装刀 磨刀等等 几乎上次建议你直接换掉 你有被说服吗 被说服到不要买 太烂了 他们讲了 我这样懂 好的 那你再考虑一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加温 等一下要开会计的 准备一下 好 加温 等一下有广告要拍 知道 为什么 这样暴躁 你还好于是讲 就是你一天到晚就有加班 像鼓子这样够到 没有 晚上下来到睡都睡不着 是你的问题吧 我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用床乳好物 Join Mattress 我已经睡他们家的床乳好几年了 每天都可以确保我的睡眠质量 达到最好的水平 有精神继续创作 保持我的好脾气 Join Mattress是马来西亚新链商 目前最多好评的床乳品牌了 只要你一下单 就直接从工厂送到你家 中间省略掉销售原金 加上等等的加价 真的是划算又好用 他们自己研发的J-Foam弹性好 更耐用 透气性也更好 Join Mattress提供全国配送 Claim Valley的隔天就可以收到货 他们会把床乳压缩送进盒子里面 自己一个人也能搬得动 而且它还给你99天的试用期 以及10年的保修期 试用期内99天不满意 随时可以退还 真的是非常有自信 Join Mattress 超过5万名马来西亚人 正在使用的床乳 在网络上也收获了不少客户的好评 有了这个 大家就可以有好睡眠啦 收入BBK 150 首次购买床垫 即可享用150令吉的折扣 前卫生部长凯利也推荐的床乳 你值得拥有 赶快点击下面的链接 和使用BBK的优惠来下单吧 Yeah 欢迎回来 好 刚才我们是针对 嘉文个人的选择体验 没有 其实想要帮大家问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未来预测的判断 好 那第二道题目 请问在未来电动车会不会取代燃油车呢 1 2 3 请举牌 喂 会啊 为什么 我们谁先讲 哦 给未来讲未来的事情 未来预测一下 未来 未来预测一下未来 对 就是我觉得它能取代燃油车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科技在进步嘛 因为大家 你看石油就是像刚才大哥说的 你的热 你的这个能源转换率会很低 你肯定要去找一些更清洁的能源去 为大家使用 但是现在的 我们虽然说汽车的发动机已经是热转了 就是能源转换效率很高的了 但是它还是不如电来的直接一点 我们可以用煤去产电 可以用很多新能源像核能啊 什么轻能 风能 空气能 超气能 对都可以用到车里 就不是在单一的那种只用石油 我们也可以减少很多国家对石油的依赖 是因为这边太便宜了 可能人家觉得 哦 哦 不会那么快 没有燃油 所以 可是 根据数据来说 我应该还有多15年吧 马来西亚的燃油 我不知道随便讲 我第一次看过这种嘉宾 对啊 我不认识你随便讲 人家那边有论文 你招嘴就来 没有那么快啦 迟早 迟早会用90年 所以 我们现在第一批先 直接去 做好准备 迎接未来 他有一点像微商 他希望我也一起买的话 整个TESLA的 会 upgrade 做的 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可以有更多充电桩 对对 那个生态才希望 每一个condor 都至少要两个买TESLA的人 这样才会有充电桩 比如说现在你去买新屋子 他们那个condor都会讲 哦 我们有充电桩 嗯 他们都会用来做卖点 都是你们的功劳 你们先买的人 耶耶 这样为什么会取代 你没有讲 为什么会取代 哦 为什么会取代 因为就是 燃油会结束嘛 过后买新的就没有燃油 也没有便宜的燃油 那价钱会一直提高 就像现在那个 TESLA也是差不多要上车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 哦 好开心哦 我们做对选择 我们不需要有这个顾虑 你是不是在安华拿掉那个 DESLA 那个柴油津贴的时候 你去拆一下 啊 因为我的旧车就是柴油车 哦 什么 我驾BMW 那辆520D 然后 哇 就是因为我驾那辆 然后很多 Maintainers 啊那些 哇 太贵了 容量我真的是 哦 主义哥呢 为什么觉得 会取代燃油车 首先回到那个问题是 未来会不会取代嘛 那这个未来没有一个定义嘛 那20年是未来嘛 30年是未来嘛 那我这边 我自己判断的这个未来是50年啦 可能不是15 20年 当然这一切电动车的背后都是由原油 这个叫 石油枯竭论 OK 就是大家都在讲石油会没有嘛 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去抢掉这个点 就是 就是比较 他讲到比较 石油枯竭论 他刚才在那边 没有油 他刚才在那边没有油 没有油啊 不过马来西亚就没有燃油 也没有便宜的燃油 但是 但是比较现实一点 是这个石油枯竭论 也被很多人抨击说 它是一个 阴谋论 OK 就是要有很多政治阴谋 等等 那我自己认为是 他不至于会枯竭 至少我有生之年啦 如果我可以活多一个 50年 60年 他不会没有 但他的产量肯定会减少 所以我觉得 他减厂过后 问题就来了 他减厂过后 资源就匮乏 然后就会有资源争夺 价钱就会起来等等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因为像 刚才蔚来提到这个 电动车的电池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入这个叫 S Solid State Battery 固态电池 那这个我觉得不会很远 大概20年里面 我们肯定会看到 它的重量会比现在的电动车 减轻50% 然后续航里程会维持 或者会更远 所以我觉得 有着这个电动车的电池的 革新上的突破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蔚来 是肯定会由电动车去主导 但是这个蔚来是 要花很多年时间 那人家讲什么人工智能啊 让自己的电车以后 可以自动驾驶 这个会不会是 它未来取代燃油车的一点 还是讲说 其实燃油车也可以自动驾驶 我觉得自动驾驶的话 也是 你不光是只有车升级 你的马路也要升级 你的路证的周边配套也要升级 不单单是车的问题 嗯 因为你要是自动驾驶的话 基本上现在 你像买个燃油车 你正常去买个奥迪啊 买个宝马 它也会有什么自动停车呀 可是如果是 有一种讲法是 电动车还是会有优势在于 因为它对那个 性能的掌控是到毫秒的差别 就是如果你是引擎的车 就是内燃机的车 还要加速要减速 它的反应会有延时 可是如果是电动车 它就没有很精准 做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就很精准的控制嘛 就能做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整个车的sensor 不管是温度啊 气压电池的状况 都可以精准的掌控 甚至有一种讲法 特斯拉 其实Elon Musk 也是我们买了一个 营充公司 他就能通过这种 个性化的数据 去为你做一个 个性化的保险定价 哦 就物联网上面是 还是电车上面会比较有优势 另外一个好像在 中国的那些电动车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优势 是他们有 冰箱彩电大沙发 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他们觉得 你要生活在这个车是OK的 因为它里面就好像有冰箱 然后他们的椅子呢 是很舒服的椅子 然后还有热 然后会按摩椅 然后又有视频可以看电视 就很舒服 然后你可能 你要进这个车之前 就可以让它预热或预冷之前 这东西都是在电车 比较能够做到的 因为普通的燃油车 它的效率也好 它的那个电池的容量也好 就有限制 这就是它取代燃油车的关键吗 其中一个我觉得 对消费的车而言 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如果价钱相同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 附加价值 然后在中国是会更便宜 电比有便宜 比亚迪7万9千8就可以开会价了 人民币啊 比亚迪那个秦PLUS 他们新出的那个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 左右到底会不会未来有没有办法 快一点实现的 就是国家政策的支持 就除了是补贴啊 充电桩啊 其实还有抛过好像马路 因为刚才提到有更重 更重的话对马路的损耗 那国家就需要在马路上面有更多的维护措施 还有一个是电网 以前我们都是打油 现在大家都充电的话 我们电网是否能支持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是蛮关键的 是安全性能上面 因为虽然讲在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讲 电车跟燃油车的发生火灾的几率啊 有些讲比较低 有些讲差不多 可是跟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的危险性比较高 电车发生火灾的危险性比较高 那发生火灾的话 一就是前面的引擎 二就是后面的油箱 然后它发生也是比较缓慢的发生 你看到冒烟 然后有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你逃走 可是电车万一啦 这是小概率 可是万一发生的话 它是在底部 因为电池在车的底部 然后它发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逃走的时间会比较短 而且在铺灭的难度上面 也是电车会比较难 因为传统的灭火的方式是 我们隔绝氧气嘛 所以我们会有那种 我们会被一个二氧化碳的灭火器 或者是泡沫的灭火器 可是在电池 你不只要隔绝氧气 你隔绝氧气过后 它之后还会继续再复燃 因为它里面的温度很高很高 你要用大量的水 而这个水的比例 有些研究是讲 普通内燃机 4000L 4000公升 但如果是电动的话 它是超过4000 可能到1万 可能到1万5千 一两小房车 也未必有那么大的水量的那种程度 那这也是国家政策上面 需要去配合去预防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陆兆福部长 为什么还要换那个 EV 专用的车牌 EV 专用的车牌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有些电动车 它是同时有燃油 打个比方 比如说像奥迪 它可能有那辆车子 可是当消防车来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辨认 到底是油车还是电车 因为外观造型长一样 好像 Volvo XC40 这样子 所以它消防车就没有办法 对 它需要让周围发生事故的时候 来处理这些的大道工作人员 他们能够知道这是电动车 你不能用传统的灭火方式来灭火 中国现在也是有它的 电动车是绿牌 然后燃油车是蓝牌 绿牌比较快 几乎不用等 然后蓝牌要等 蓝牌 大车是要软 这也是国家对新能源车的扶持 就是我们说扶持新能源品牌 就是电网 然后国家政策补贴 然后免税 这两年好像慢慢的热度降下来了 前几年买电动车是完全免税的 你们现在好像是免税的 有免一些费 可以 对 名为呢 唯一一个毒苗 我不懂大家知不知道或记不记得 马来西亚在05到15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风靡 NGV 车的 就是那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车 车后箱会放一罐天然气 就是天然气车 那个时候NGV 它的推广 它的讲法跟电动车很像 它跟你讲 更低的carbon emission 更便宜的这个燃料的价格 可是 风靡风靡了一段时间过后 它很多其他问题才慢慢浮现出来 好像成本的问题 安全的顾虑 所以在15年之后 马来西亚NGV 它的这个热潮就慢慢消退了 这个trend会不会也发生在电动车 其实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我们看现在全部很多的主要的车厂 像是Toyota BM Ford 他们的接下来的研发计划 也是不支持全面的电动化 他们的发展方向一样是 燃油车和电动车并行 而且目前的这个新燃油车 还有一个第三个赛道 是没有太多人知道的 叫Hydrogen Field Car 这一个对于轻能 那个技术如果达到突破 它以后甚至也有可能完全取代 现在电动车的地位 所以科技的发展是有 各种各样的方向 然后我还有一个顾虑是 现在当全马来西亚 大家都那么的把注意力 放在电动车上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反而忽略了 其他更 environmental friendly 的一些政策 像是我们的公交系统的完善 或者是最基本的 由行道和脚车通道的这种程式规划 因为电动车其实说到底 它还不是完全的一个 Net Zero 一个 完全零碳排放的一个交通工具了 所以当然我知道电动车 这种新技术的出现 一定是需要一些比较勇敢的 敢承担风险的人去支持 好像对面的三位 他们就帮助推动了这个技术的发展 可是我会认为任何的技术 我们如果现在就说电动车 就会是未来 就一定会取代燃油车 我觉得是延迟过早 太早下的判断 中国有的是那个 后面放一个罐是天然气车 中国有一段时间也是挺流行那个的 但是那个是大家自己改装的 而不是说政府 我就要给你一辆天然气的车 然后完全通过审批的 其实那个东西还是挺危险的 我补充一点 刚才有提到这个电动车的软 电动车电池很贵 这个也是网上搜索第一名的 电动车换电池的时候要多少钱 等等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是 对于电动车是免税政策 类似我现在可能买一个20万电动车 如果政府要为它整税 像软油车这样子整 它的价格是有可能去到一倍以上 就是它现在我买20万 它可能去到30万 35万 38万都有可能的 所以问题是现在政府对它免税之后 它就能够卖到很便宜的价格 所以那个软油车比起来 对它可能在过后换电池的话 要花一笔费用 可能没有二手价等等 对我个人来讲 我原本可能要用35万来买这辆车 我现在只要用20万来买 所以我已经有这个15万的buffer zone 万一我要维修 万一我要亏 万一我要什么 OK 但这个东西不是永远的 因为政府免税的目的是 希望吸引外资来买 一些设厂生产电动车 但我观察到他们宁愿去泰国 印尼都不要来我们这边 这个东西很决定性在政府两年后 我意思是2026年 它还要不要继续全免税 或者是半免税 部分免税 所以要买要趁早 照理来讲是这样 除非如果政府不严重 我又想买了 早买早享受嘛 实买想回控 我听讲未来可能电动车走的时候 那个路面是可以给它发电的 有没有这种 它在轮台那边有一个感应器 这个是在韩国 其实有这样的技术 我之前去过韩国 参观他们的大学 他们的巴士是电动的 然后它就是好像我们手机 可以Wilus Charging这样子 它走在路上 它下面就是有那个充电器 就让它直接充电 现在下雨 如果淹水电动车可以吗 它淹水去转换它的车 它没有被扫 哈哈哈 我意思是 如果你要跟软油车 比起来软油车 有两个步骤嘛 你先不要吸气 你吸入水 发动机就失效 或者你的排气管进水 你的车只会无效 那电动车来讲 严格来讲是可以在水下呼吸的 因为它不需要呼吸嘛 但严格来讲是这样 因为水在更多的时候 是水下面的东西 你看不到障碍物 而不是那个车的不能够 不过前不久 Dubai 有一次大水灾 然后有一台特斯拉 就在泳池里面 成为一个双吸动物这样子 就成功地在水里面 从那个水爬上去 哦 所以反而是 电车在水里面 比较安静 因为它不需要透过氧气吸气 来发动成功 哦 因为以前我的那辆 我之前讲的那个 我的 BMW 我就是之前 下大雨 然后直接插进水 然后不能驾 所以需要维修 然后就是有这个阴影 然后我就看了很多 YouTube 视频 看到 因为这么 有一个准备 就是Tesla 就是淹水 每次都可以驾过那水 好像污船那样 所以我就决定买Tesla 好的好的 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五位嘉宾 谢谢你们的分享 有趣的讨论 好 那希望正在选车 你也可以做出一个名字的选择 以自己的判断好了 他们的意见只是参考 轻轻就好没有很重要 还是你是电动车车主吗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驾驶体验吧 是的 喜欢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来 请大家握个手 谢谢 很富富耶 谢谢 很厉害的自己 很富富 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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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好厉害 这样的 在来可以的吗 真的就很厉害 我们在后面啊 为什么还可以有防灯 你自己打在这 那是本来剧有的啦 一台器 可是你们历史 他就是在这边 因为我把这边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哈哈哈 这个Bawgain 你为什么会有过 你真的 就是去到哪里 你可以玩到哪里 好厉害 买吗 教文 你还可以吗 对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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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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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